臭氧是空气中六大污染物之一 一旦在人类生活区周边超过限制 会造成光化学 烟雾等污染 影响正常生活 对此 香港环保署和多间香港本地大学 开展长期合作 致力于监测污染来源 帮助特区政府就减排问题 对症下药 香港环保署与香港科技大学 在内厕所本地大学展开为期 三年的研究和制定科学的 区域臭氧和光化学烟雾控制策略计划 通过监测多个地区 与分析污染物成分 协力助特区政府制定针对性的减排政策 香港科技大学环境研究所长刘其汉表示 本港各区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近两周 几乎每天都达甚高或严重级别 而短期健康风险上升的原因 几乎都源自于臭氧 你看到其实全香港所有站都是严重 或者是非常之高 我们相信科学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 在其他地方也都是有很多试验 也都是做过 但是不同地方有不同的复杂性 我们觉得science一定可以帮忙解决这个问题 臭氧问题很复杂 不同区域形成臭氧的有机物各有不同 而本次研究计划第一部分就是连续监测尾气排放 石油化工等工业与生活污染源的成分与变化 对此研究团队在香港的城市 郊区和大茂山山顶等多个观测点 使用先进制补仪器 探测香港地区大气的详细有机物成分 方便对症下药 本次研究项目将应用于整个大湾区计划为期三年 目前已进入数据分析阶段 研究团队预计在明年完成第三次采样后 2024年将会呈现完整报告 香港黄包署表示 本次计划是迄今为止在粤港澳大湾区开展的 最详细和最全面的区域臭氧研究 有助找出臭氧成因及传输轨迹 让3D政府了解应着重管制哪些污染物的排放 才能解决臭氧问题 更好制定减排政策及方向 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